我发现白薇薇是这家酒店的常客 她每次来都是戴着红色假发 所以我断定 这个红发女人就是 好你个米优 你还敢来我家 妈 你怎么这么善变 不是你让米优回来 米优 你真不是个东西 你害得我里外都不是 你还在这儿吵是吧 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 好 都是我的错 我走 别走啊 我还有事没说 我跟你没什么好处 让开 我们来聊聊这个 美育基金资助的对象 陆老板刚查到的 你的名字在这儿 要是没有这个美育基金 像咱们这种 没了亲人的孩子 最后的过程什么样 带名 怎么 您认识啊 其中集团 有个人跟他同名 其中 什么人 赵秦言的助理 这年头 重名的人多了去了 你以为都像我似的 名字又好叫又好听 你是说王勇哥 别别别别 我说的是老猫 你在喊我这个名 我跟你绝交啊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 带名 瞧好吧 这顶红色假发 我看着很眼熟啊 不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顶假发有什么好调的 就是 之前我一直觉得赵斐然 在外面有女人 不是 为了离婚 我一直在找证据 赵斐然利用年会之间 在星辰酒店 与一个红发女子优惠 之后 我在房间里 发现了一根红色的头发 我原本以为红发女人 只有那个风情万种的苏珊 而且她说跟赵斐然 在公司嫁过班 但其实不是 她只是为了业务 讨好赵斐然罢了 后来我又怀疑 红发女人 是我的妹妹米夏 但据我妹妹说 她当时只是为了 和赵斐然合作整我 我拿了我妹妹的头发 跟酒店发现的头发 做对比 发现酒店的红发 是从假发上掉下来的 什么真的假的 那假发不是满达街都是吗 就是啊 让她说 我这才明白 跟赵斐然见面的红发女人 一直在靠变装来掩饰生存 即使被监控拍到 我也无法分辨出来 她到底是谁 直到上次白薇薇 跟我在星辰酒店见面 我发现白薇薇是这家酒店的常客 她每次来都是戴着红色假发 所以我断定 这个红发女人就是 行了 青亿 青亿 你相信我 我不知道什么红发 都是她栽赃陷害的 不是 大哥 你相信我 我怎么可以 米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是要搅散我们这个家的吗 就算你们不承认见过面 但做的事情是瞒不住的 米佑 这个家不欢迎你 你可以走了 你走 哦